HELLO 大家好 HELLO 好了 三位很歡迎你們 不如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高雅 我是本吉台的樂園 很跑步的 我是蔡曉惠 我是前香港泳隊的成員 已經退役了 大家好 我是三岸四人的運動員 大家都是有不同種類的運動 大家近來在看什麼 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 近來在看 我們都是在看跑步 我們現在因為不用演習 不用下班 所以要學習 我上年十二月的東亞運動會 完結了之後 我就退役了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轉型期 就怎樣從一個運動員 去透明的社會 所以現在其實就是 試著多方面的東西 包括成為了第一屆青年奧運會的大使 全世界只有三十個大使 我就是代表香港推的 下個月就會去新加坡宣傳運動會 也都是在一個電視台做的一個體育節目的主持 另外也都有教學 還有寫一些運動的專欄 有時間也都會做一些慈善的活動 就是希望將自己以前的經歷和別人分享 像今天這個講座 你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堅持 無論做什麼行業也好 其實就是運動員也好 其他行業也好 如果你要發展得好 堅持耐力是非常重要的 你做了運動員這麼久 其實有沒有什麼經歷或者挫折 困難 令到你覺得很深刻很難落 其實我想放棄的了 但是幸好到最後 因為我的耐力 因為我的堅持 所以你可以繼續下去 做到今次今日的成功嗎 我想如果就這樣說 重覆這樣說 要堅持 我想大家都不是很明白 就是很空泛的 不知道究竟運動員怎麼堅持下去 可能我分享一下 以前自己的訓練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我中學的時候 每一早早的五點半鐘就要下水 所以是四點多就要起床 那早早練水 五點半游到七點多 跟著就立刻去上學 上學八點多就上學 跟著去到三點多 那下午三點多放學之後 再去沙田練多兩個小時 所以是每一年 我是十六年都是這樣做 每一日都是 早早五點半下水 然後晚上游到六點半 然後才回到家 所以說這個堅持 就不是說口講那麼容易 最重要是你會做到出來 不單止是你真是說 你自己做到 那還有如果說我有沒有想過放棄呢 其實有一次的經歷其實都挺深刻 那就是當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有一次比賽 大家都知道其實游泳 已經是一個很安全的運動 很少會受傷的 但我那次就很搞笑 就是我由一百尾跌 跌式 那當我跌持的時候 可能有得太快 太大力 那我的手就撞到牆 到跌持的時候 就太大力 就弄斷了我左手的手掌的中指骨